各位學員大家好 我們是彰化社頭駕訓班教學團隊 駕訓班的學員來自社會各行各業 有學生、家庭主婦、還有新住民 市農工商都有 也就無法用同一套標準來上課 但目標是一致的 有駕照也要安全駕駛 這個教學網站的建置 提供一個24小時學習平台 也是終身學習的課程 開車是一項習慣養成 也是經驗傳承 每天的車禍新聞 造成許多家庭破碎 還有經濟損失 希望藉由網站課程的學習 能夠駕輕就手 輕鬆安全開上馬路 短短35天就能拿到駕照 除了駕照以外 你還需要什麼 我們駕訓班又可以給你什麼 什麼是學科課程 學校考試我們一定會準備要考的科目 考駕照也是一樣 筆試跟廠內考加上公路考 筆試就一本讀本教材 看過一兩回 再測驗一下 基本上沒有問題了 路考 多開幾次駕輕就手 也是一樣沒有問題 最麻煩的是考試內容沒有的 就是經驗傳承 如何把安全駕駛經驗傳承給每一位學員 是我們努力的目標 學會開車 你的人生又進入另一個新領域 也會因一張駕照有所改變 我們希望透過新手駕駛快樂學習王 讓這改變是正向能量 車輛成為你最佳事業夥伴 這是網站設置最大目的 無法平安回家 一切都是零 因為人生沒有後悔要 也無法重來 有句廣告詞 投資有風險 有賺有賠 申購前 想為公開說明書 我們想問駕照是不是一項重大投資 答案是肯定的 因為付錢來學習開車就是投資 當你有駕照會帶來什麼風險 看了這張圖 你就知道什麼叫風險 除了金錢損失也危及生命 所以不讓意外發生在自己身上 就是最大的獲利 這是我們要談的話題 我們都知道貨比三家不吃虧 考駕照你比的是品質還是價錢 還是選擇一家用心經營的教訓班 這個問題你要想清楚 因為攸關生死 我們很重視這門課程 我們在櫃台提供QR Code二維碼 進入新手駕駛快樂學習課程 駕訓班課程分兩部分 教練教你開車的方法技巧是數科 學科就是教室的課程 為了更有效率的幫助學員學習 我們把課程建置在網站上 學科課程內容建置了許多影片 有善來服務新住民學員 進入課程有六大單元 第一單元公務機關宣導篇 第二單元學科24節 第三單元汽車提庫 第四單元汽車提庫測驗系統 第五單元機車課程 第六單元影片教材 24節學科課程說明 第一節課認識儀表版 目前新車有許多新的設計 所以跟傳統式的有些不同 內容我們製作了許多影片 讓初學者更容易了解 第二節課當你掀開引擎蓋以後 會發現許多東西你不認識也沒看過 直接點選進入 了解它的功能與保養方式 因為以後它跟你息息相關 第三節 汽車概說 內容談到車輛遠近 車輛的類別 汽油才有的差異 車輛使用性質分類 以及氣缸排列方式 第四節課引擎蓋說 內容談到引擎底盤系統 第五節課 車輛五油三水檢查 談的是車輛基本檢查 課程也談到風扇馬達檢查 也會告訴你如何看引擎的狀況 第六節課 保險師檢查與燈泡更換 內容介紹燈泡種類 以及如何更換 第七節 電瓶的特性與外部檢查 車輛啟動的時候需要電源 電瓶沒有電 車輛就動不了了 所以我們要認識電瓶的特性 以及如何救援煤電的車輛 第八節 備胎更換 內容我們會談到輪胎的生產日期 以及更換備胎時要注意的事項 第九節駕駛原理與方法 我們從方向盤談到手排車與自排車的操作 以及考試的項目解說與介紹 第十節課程駕駛原理 我們談的是馬力速度重量與安全駕駛的關係 最後我們還會談到車輛的內輪差 第十一、十二節駕駛道德 我們談的是夢想與人生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夢想 當你努力實現你的夢想同時 你知道什麼可以把你的夢想歸零嗎? 其中一項就是意外 課程中我們看別人的事故 如何避免發生在我們身上 第十三節 急救常識 課程中談到急救過程的程序 你不曉得哪一天會派上用場 因為救人一命 正照七級浮屠 第十四節 道路交通安全規則 一至八十九條 課程中談到 排照使用規定 車輛檢驗規定 駕駛執照使用相關規定 車輛裝載相關規定 第十五節 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 一至三十條 排照使用各項異動 車輛檢驗駕駛執照使用的法則 應接受道路交通安全講習的違規項目 車輛裝載安全帶使用的法則 實施開放路間行駛的規定 第十六節 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 三十五至九十二條 內容談的是 酒駕處罰條例 計程車駕駛職業登記與載客規定 車輛行駛相關規定與法則 第十七節 道路交通安全規則 九十至一百零一條 內容談的是 汽車機車行駛相關規定 消防車救護車避讓規定 第十八節 道路交通安全規則 一百零二條至一百零一十四條 內容談 車輛行駛至交叉路口優先順序規定 車道行駛 車輛回轉 下坡行駛 車輛車燈使用 倒車 臨時停車 停車規定 最後談的是 哪一種情境下不得駕車 第十九節 高速公路及快速公路設施 內容談的是 高速公路交通控制措施 高快速公路車道使用名稱 如何進入高快速公路 什麼是系統交流道 高速公路路間使用規定 第二十節 高速公路及快速公路管制條例 濃煙濃霧 強風大雨 如何駕駛 變換車道注意事項 高速公路交通事故處理 行經隧道內 發生故障的安全措施 有哪些人員車輛不得進入 大型車輛輪胎使用規定 大型重型機車行駛快速公路制規定 裝載貨物進入地板規定 第21、第22節 標誌標線耗製膠學 標誌設置的尺寸大小 設置距離 標線設置形態 顏色圖形的規定 影片呈現 讓學員更深入了解 第23節 造勢預防與處理 視野視角認識 各種車輛視野視角 第24節課 造勢預防與處理 內容談的是 如何建立防禦駕駛觀念 什麼是開車保命設計 防止第二次事故發生的方法 確保行車安全最大的前提是 選擇安全出路 只要自己不違規 就不會發生意外的錯誤觀念 第三單元 汽車題庫 也就是所謂的課本 內容有預算書舉題庫 也加入機械嘗試課程 中華民國 汽車駕駛教育學會題庫 多國文字題庫 百大考題解說 內容整理出 比較容易搞混的題目 另外加入 職業駕照的機械嘗試 第4單元 汽車題庫測驗系統 比是不及格 開車再厲害都沒有用 白忙一場 兩個階段學習 來幫助你如何記住考題 第一階段 進入不用帳號密碼 12張試卷讓學員練習 進入第二階段 需要帳號密碼的測驗 要測驗你是否記住 帳號密碼請自櫃台索取 登入後你可以看到12張試卷 進入試卷以後 畫面拉到最下方 繼續上次作答 完成後繳卷 會顯示你的成績 右上角顯示你車員的導覽 紅色部分是被扣分的題目 點擊紅色部分 就可以知道正確答案 第5單元 機車課程 1. 多國文字版本題庫 2. 騎機車為何容易出車禍 3. 機車駕駛道德 4. 道路交通管理法規 5. 機車構造與保養 6. 機車危險感知平台連結 7. 線上模擬測驗連結 8. 如何提早下班 9. 教你騎機車時間 10. 機車速科教學示範 第6單元是影片專區補充教材 內容有新手駕駛影片區 考試扣分標準 最後感謝你做出最好的選擇 來我們教訓班學習駕駛課程 也代表教訓班 感謝你的支持 祝你順利考上駕照 行車平安